今天收到一个快递啊 两个卡的320B1点 然后这是二球 我们来先上电 看一下什么问题 直接上电啊 上电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5V3.3V挡不挡动 不挡动就直接开始上电 然后这都是以前拆下的烂屏幕 可以测试 可以看到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5V3.3V 这个中间是地线 一边是输入一边是输出 这一个两个芯片 这个是6.5V转5V 这个是5V转3.3V 好没什么问题再看一下另外一块 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准备上电了 然后做了一个这么个头子 就三个线可以点着 然后也专门的测试这个的线 小机器我们待会来直接修完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测试 把这一个应该是6.5V那个电感自制叫啊 我们经常见到这种 换输入输出电容 换到还没有效果 那我们再来找找原因 这种原因还有可能是看准备 线芯片有问题 我不知道他换过没有 我当时叫他换 然后不知道他换过没有 待会抬开看一下 先看上电看一下吧 把这里搞干净上电 第一个屏幕不亮 第二个有点意思啊 哒哒哒哒哒哒 给大家演奏一曲 好这个我们先把程序刷一下 刷程序这两个是被套 其他地方没有程序 只刷这一刻和这一刻 我两个手指头 这个指令变能器从这里刷 这一个拆下来刷 好刷程序吧 刷程序之前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电源 是不是ok的 这中间是地线 输入是6.5V 然后输出5V 5V之后这个输出3.3V 都ok 好那我们就来刷程序 那个是背光的9V 都ok 下载器啊 可以直接这样插的下 这也可以直接下芯片 把芯片拆下来下 或者全新的芯片 我们也可以直接下载程序 这个是下叶压板的 把这个针顶上去 就可以下叶压板 一系列的啊 或者那个羊马的 也是可以用它下 羊马也可以用这个下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下程序 先把程序下这个主CPU 主单片器程序 下完之后再下这个Flash 好 我们打开软件 这里识别到这个训练号 然后这个金正是多少 我们选择单芯片模式 直接点确定 点确定之后这个复位 复位之后它就不会滴滴叫了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程序 打开 找到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叶压板 不要 哪个指示能结果 然后找到这个仪表 直接开始往里面下载 看一下下载程序是不是OK 下程序看起来好像是OK 它有的芯片坏掉之后 它只能下到百分之十几 马上就跳出来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它下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 这个程序下完 我们就来拆这个芯片 因为这两个要一套 如果不是一套的话 就到时候一踢更新不了 它就会显示下载程序失败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尽量就要下一套 如果本身是一套匹配的 那倒无所谓 没有关系 好 程序下载成功 我们拔掉 看它还是否滴滴叫 把这里拔掉 然后电源上来 现在看到它还是滴滴叫 还是滴滴叫 我们有两个方案 首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给更新之后 电源之后还不行 我们这种滴滴叫 有可能是复位有问题 我们把复位再换掉 或者这两个RAM芯片有问题 我们先一步步来 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个程序搞配套 先拔这一颗 我们现在来拆这个芯片 电源一关 我们直接拆这个芯片 拆这个芯片很简单 直接左右护薄 左右护薄 加上这个锡就可以 修这种板子 手道勤来 几乎没有修好了 要什么配件有什么配件 好 左右加锡之后 直接左拖拖 右拖拖 这个芯片就很容易下来 当然你如果配合风枪 那肯定更容易下来一点 没必要风枪 这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直接可以左右 左右左 一二一 来跟着我的节奏左右左 一二一 由于这个圆装的的话 它下面是有一点焦的 你光左右左它不太好弄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风枪 因为它下面有一点三放漆 加一点点风枪 带一点风枪 或者你就要用镊子轻轻的翘下 所以很多人就怕掌握不好火候 掌握不好火候 还是加点风枪是最安全的 一就是左右左左右左右左右 左右左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那个牌组你不要给它高短路了 高短路了它到时候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个小牌组啊 那两个小牌组好 左右左它就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还是洗脚按摩全套 洗脚按摩全套的时候怎么洗 这个明显看到是别人修过的 这上面还有松向的痕迹 我们现在就趁热 把这个给它脱平 用吸吸带把这个玩意脱平 方便待会安装 脱平之后呢 还是洗板水要洗干净 洗板水要搞干净 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别人搞过的 马沙拉吃的太多 马沙拉的咖喱粉虽然好 但是这也不能搞太多 搞太多淹没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这个不太好 我们把芯片还是要翻过来 开始洗脚 我们这不是浓联吗 这需要一条龙糊 把这个脚给搞干净 移步到位 因为搞干净之后 我们才能放进下载器 搞干净之后 不要着急放进下载器 因为下载器那个脚搞脏了 那个座子就不太好用了 弄完之后还是要洗板水 小毛刷 一看这个祖传的毛刷 洗板水给它刷干净 芯片稍微冷却一下 我们等待个大约一困点 芯片冷却好了 就开始来洗刷刷 洗刷刷之后 我们就过去 给它把这个程序下载进去 然后程序 然后我们把这个拿来 下载器 直接调入程序 把芯片装上去 好 开始 烧录 开始识别一下 它会自动那个 它检测这个ID 这个每每种芯片 它有一个ID 就是不同的芯片 它检测通过 然后就开始烧录 先它会清空一遍 烧录之后它会校验一遍 然后没问题 我们再把芯片装上去 程序下载完成 这个把它焊接起来 对准芯片 直接两刀铁随便拖一下 给点芯拖一下 好 那边定位之后 这边图满芯 好 再把那边图满芯 两边一拖 图满 然后开始拖 拖芯 这个还是主传手法 简单的很 很简单 几秒钟拖一个 非常easy so easy 可以看到 直接跟着烙铁走 温度要够 手速要快 直视要帅 ok 齐活 好 洗刷刷一下 再上天 试一把 洗刷刷的时候 侧子刷往外面刷 你不要往板子中间乱刷 倒是吸猪 飞到别的位置就不好了 好 直接上电 看一下 如何 程序也刷了 然后还是依旧 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考虑负位的问题 我们直接先换这两个ram芯片 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有起来 程序没运进起来 经过一困点 焊好了 这两个ram芯片 还有这个程序都下的了匹配 再上电 插电 开机 然后看一下这个 故障指示能量了 基本上已经OK了吧 没有滴滴叫了吧 好 把屏幕装上看一下 好 轻轻松松搞定 把这个拿过来 修一把 修好之后 还是测试一下 上电 显示器 AZC打开 上电 好 看到冷却液液面过滴 如果它发动器既有液面 既有油面 既有第一个 液液有油面 然后这是燃油 加上个三格 五格的吧 燃油 等燃油起来 OK 没有了 好 液液有温度也来个几格 水温也来个几格 OK 这就搞定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键盘 这个按键 是不是好的 拿一个按键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看走线是不是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 是不是OK的 按键背光 把按键插上 试一下 可以看到 OK 看总线就是好的证明 因为这个是通过 大灯 它是通过看总线命令过来的 通过看总线 那看总线也是好的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ET 是不是好的 把这个接到ET上看一下 是不是好的 就可以了 整个维修过程 这一个就完成了 然后再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是来的时候就不显 然后我们就把程序 给它刷成了一套 刷成了一套 这个电源还滋滋叫 然后输入输出电容 干掉了 坏掉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电容换掉了 换掉了之后 电源稳定了 我们发现 但是它这个屏幕发红 就是显示不完全 我们最开始以为是RAM芯片有问题 换掉RAM芯片依旧不行 后来我们就想到是RGB的信号 这个是 然后RGB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输入点位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纸 把软件打开 软件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PCB图 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RGB的输入输出 我们知道RGB从这个地方 因为它从排线接出去 那么我们有输入 可以看到Rout这个地方 Rout Gout Greenout 然后三个 我们测试了一下 这个输入都是有的 但是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输出三个点 然后输出有一个没有 那我们确认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把这个芯片换掉之后 就搞定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RGB的三个信号 可以看到三组信号 为什么我们知道输入输出 借助这个一分析 可以看到R信号 RGB 三根都是要有的 只要有一组没有 它就会显示 发红或者发别的颜色 OK 搞定 这个是输入 所以我们有点位图 可以看到输入的电压会偏低 这是一个驱动放大芯片 把这个芯片换掉 至此这一个就维修好了 两个都修好了 简简单单 so easy 再配上我们这个测试器 测试一下 搞定 就是显示不完全 我们最开始以为是 RAM芯片有问题 换掉RAM芯片 依旧不行 后来我们就想到是RGB的信号 这个是 然后RGB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输出输入点位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纸 把软件打开 软件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PCB图 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RGB的输入输出 我们知道RGB从这个地方 因为它从排线接出去 那么我们有输入 可以看到Rout 这个地方 Rout Gout Greenout 然后三个 我们测试了一下 这个输入都是有的 但是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输出三个点 然后输出有一个没有 那你确认是这个芯片坏掉了 把这个芯片换掉之后 就搞定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RGB的三个信号 可以看到三组信号 为什么我们知道输入输出 借助这个一分析 可以看到R信号 RGB 三根都是要有的 只要有一组没有 它就会显示 发红或者发别的颜色 OK 搞定这个是输入 所以我们有点位图 可以看到输入的电压会偏低 这是一个驱动放大芯片 把这个芯片换掉 至此这一个就维修好了 两个都修好了 简简单单 so easy 再配上我们这个测试器 测试一下搞定